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驻途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我们继续学习职工薪酬准则的相关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第四节 实际辞退福利是我们职工薪酬的第三类 我们看一下辞退福利的确诊和计量 这一节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先看第一个标题 辞退福利的含义 是指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 这是前提 第一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这个解除实际上不会跟职工商领 它是强制的 你走人我给您补偿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是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财奸 而给予职工的什么补偿 所以这个第二种是自愿的 不论强制 不论自愿 最终的目的不都是您走人 我给您一些补偿吗 这就叫辞退福利 那这俩本质上的含义没区别 那实际战务处理有什么区别 有 比如说他强制的时候 我给职工的补偿 所有的金额 补偿给谁多少人都是确定的 而我们如果自愿接受财奸 有人走 有人不走 你能知道大家心里怎么想 不能 所以我们自愿接受财奸 我的金额是一个最佳估计数 这是第一个标题 辞退福利的含义 第二个 辞退福利的确诊和计量 我们具体看一下 括号一到底辞退福利 到底辞退福利包括哪些内容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三方面 第一个 在职工劳动合同尚未到期前 您跟企业签了五年合同 没有到五年 第二年 不论您职工本人是否愿意 且决定解除一职工的劳动关系 而给予的补偿 这是什么的 强制的 第二 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前 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财奸 而提议的补偿 职工有权利选择继续在职 我就在这干了 或者说我接受补偿离职 这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自愿的 没问题 一个金额固定 一个金额是最佳国际数 当然还有一种极端情况 辞退福利还包括 别总想着我辞退职工 我可以当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时 你上门的股东都变了 是不是一抄君子一抄臣 没错 那么对辞退的管理层人员进行补偿的情况 我们也认为是辞退什么福利 这是辞退福利的具体包含的三个方面 那么在这我提示大家两句话 假如说你在确定企业提供的经济补偿 是不是辞退福利时 我们要区分哪些是辞退福利 哪些是正常的退休养老金 正常的退休养老金应该属于什么 离职后福利 那么辞退福利的前提就是 您作为职工跟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一定是还没有到期 到期前 我不论你企业是跟我职工本人还是职工代表 签订协议或基于商业惯例 你承诺在你提前终止对我职工的雇云关系时而支付的补偿 那个点给我的补偿才能叫辞退福利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一下 假如说我职工虽然没有跟你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但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我不伺候你了 未来不再为企业提供服务 也不可能再为企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 那么企业承诺提供的实质上具有辞退福利性质的经济补偿 结论是什么 你不叫辞退福利 我也比照辞退福利处理 辞退福利咋处理 一次性记住当机随意 所以在这我们后边要讲的职工的内退 正式退休之前给您的补偿 算辞退福利 一次性记当机随意 正式退休之后 我们算作离职后什么福利 小券二 我们就说一下内退的账务处理 实施职工内部退休计划 比如说我正式退休是这个点 那就意味着我还差五年 我才能退休 不论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还是你企业效益不景气 可能你就让我提前五年回家养老了 这时候您可能让我提前走的时候 您企业会给我一些补偿 这种补偿我们应当比照辞退福利来处理 也就是还差五年退休 是正式退休吗 不是 在内部退休计划 如果符合职工薪酬第九号准处规定的确认条件 我们应当按照内退计划的规定 将自职工停止服务日迟 不就是这个点吗 到正常退休日是这个点 也就是中间五年的时间 你让我提前走了 让我提前回家养老 能是白的吗 不可能 你得给我钱 如果且打算支付的内退职工工资 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我们要确认为应付中心筹 最最值钱的是这句话 一次性记录当机损益 不能在职工退休后 这是正式退休 不是 是内部退休后 你不能在这五年之内 给我分期确认支付的工资和缴纳的收入保险 就这意思 还差五年退休 这叫内退 你给我的钱一次性当机随意 而不应该在五年内分期缴纳 正式退休之后 缴纳之后 福利 没了 这个点大家能注意到就行了 括号确认原则 我且向职工提供辞退福利的 我应该在以下两者的较早日 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的负债 所谓的职工薪酬的负债 不就是带应付职工薪酬吗 并记住当机损益 您猜这个当机损益是哪 管理 第一个 企业不能单方面撤回 解除劳动关系计划 或者裁减建议所提供的辞退福利时 当您不能单方面撤除 也就是企业跟职工都受约束 那企业相当于是已经承担了什么 现实义务 我可能就满足负债的确认条件 第二 企业确认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 重组相关的成本或费用时 我用等等你给钱吗 不用 只要你形成现实义务 我就可以确认为负债 借管理费用 但应付中心筹 所以这是两者的数早日 别错了 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 好三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我就算承担了现实义务 有人说老师你这写错了 人家说表明且承担了重组义务 重组义务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义务 只不过你的现实义务在辞退职工这块 给它起个特殊的名字叫重组义务 啥意思 比如说我可能有五个车间 我现在明确的表示我要把一车间关了 一车间所有的员工我都打算辞退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就可以确认负债了 因为我必须满足现实义务这个条件 两个条件 这个内容在后边会有事项 我们还会学到 第一有详细正式的重组计划 您现在要关停的是一车间 首先涉及的业务 你要跟我说清楚 有详细的计划 主要地点需要补偿的员工人数 岗位信质预计重组支出 计划实施的时间 该有的计划全都有 只要有计划就表示 我承担了现实义务吗 不对 第二个 该重组计划以对外公告 只要对外公告 别人都知道了 比如说一车间 所有打算被辞退的员工都知道了 我们才能承担现实义务 有时候你想说什么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2022年12月1日 我公司高层已经做出决议 我要把一车间关停 所有职工全部辞退 但是告诉别人了吗 没有 我真正告诉别人 对外公告是2023年的1月2日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有计划是上一个日期 对外公告是2023年1月2日 那您告诉我 您哪天作证 当然是 两个条件都满足 只有在2023年的1月2日 我才能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用 别错了 或有事项呢 我还会再说到这两个条件 在这儿 再一个提醒大家两句话 第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特别重要 由于被辞退的职工 不能再为企业带来任何经济力 你还能不能区分授予对象 什么制造费用生产成本再影响 我不用再区分授予对象 对所有的辞退福利 均应当满足辞退计划 满足相应的 附带确认条件时 记住了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 记住哪 当期随意 借管理费用 我辞退的是销售人员 行政管理人员 车间管理人员 包括生产工人 我不再区分授予对象 你不能再给我带来任何经济力 我全部记住管理费用 这是个重点 一定要会 而绝不能再记住资产的成本 带方式应付职工薪酬 没了 没了 一次性 前边内退计划 不也是一次性 把工资和将缴纳的社会保险 进入当期随意吗 规矩就在这 好了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如果对于分期或分阶段 实施的解除劳动关系计划 或自愿接受裁减的建议 企业应当将整个计划 看作是由各单项解除劳动关系计划 或自愿裁减建议组成 我是分期分阶段进行的 用不用等所有人 全辞退 我再做账务处理 不用 往下看 在每期和每个阶段计划 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时 有人说这不是职工薪酬 怎么又说预计负债呢 您别忘了 我自愿接受裁减的人数是估计的 所以他这虽然说预计负债 但你的账务处理 还是用应付职工薪酬 先说一下 确认条件时 将该期或该阶段计划中 由提供辞退福利产生的预计负债 预议确认 就是哪个阶段 哪一些满足条件 我就代应付职工薪酬 借管理费 记住我们该部分计划 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 当期管理费 结论很重要 不能等到全部计划 都符合确认条件时 再预议确认 这个月我铁定辞退两个 下个月我铁定辞退三个 哪个阶段满足了 哪个阶段正常计账 不能等到全部辞退再计账 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死 辞退福利的计划 因辞退计划中 职工有无选择权而不同 啥不同 一个金额确定 一个金额是最佳估计数 先说强制辞退 对于职工没有选择权的 辞退计划 我们应当根据计划条款规定 你解除劳动关系的 职工数量 人数是固定的 每一个职位补堂的辞退 金额是固定的 借管理费用 但应付这份金筹 如果是自愿接受裁减 那么这样的建议 我接受裁减的职工数量 不确定 哪怕每个人补堂的 金额确定 我是不是只能按照后边 13号准则 或有实项的规矩 咋着 估计出一个 我将支付的金额 我们给他每期名曰 起一个名称 叫最佳估计数 做账吗 做账 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支付薪酬 别的没区别 第五个 我想说其他的几句话 第一 辞退福利 预期在其确认的年度 报告期间结束后 12个月内完全支付的 应当适用短期薪酬的相关规定 啥叫适用短期薪酬的相关规定 您现在就回家 最晚12个月之内 我把钱给您 其实就是三个字 不折现 没了 往下说 对于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 12个月不能完全支付的 且应当适用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相关规定 我可能涉及到什么 折现 往下说 这儿曾经考过 主管题 实质性辞退工作在一年内实施完毕 但是补偿款项超过一年支付的辞退计划 企业应当选择适当的折现率 将折现后的金额给个词 限制我们计量应记录当期损益的辞退福利金额 啥意思 举个例子 单位把您给辞了 单位说 我给您补偿五十万 但是这五十万 我可能要分五年给您 如果把现在看成第零年 一代表第一年年末 二代表第二年年末 依次累推 这五十万单位在每年年末给您十万 您首先要做的是 是不是已经超过十二个月 对 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一年未来 您将要支付给我的这个十万 给它折现 比如说我选了一个恰当的折现率 这块内容大家不用去深究 知道限制计当期损益足够 假如说我折现完了是三十五万 那我要做的分路就是借管理费用 三十五 记住了一定以折现后的金额 记住当期损益 而这五个十万 我们记住应付职工什么 薪酬 他和是什么 是不是你将支付的利息 对 是企业将支付的利息 比如说我们确认为未确认融资费用 就看见了 但是那年考试他没有写的这么细 他就借了个管理费用三十五 代应付中心酬三十五 以后你每年单独的确认费用 不是更可以吗 将来你支付第一个十万时 你就认为里边既有本金也有利息 那么将来你要给我借财务费用 代未确认融资费用 准则没再往下讲 你大概知道就行了 你要知道的是 折先后的金额 即管理费用 没了 那么在这我们看一个2019年的多选题 下来各项关于职工薪酬快递处理的表述中 错误的有 A 将租赁的汽车无偿提供高级管理人员使用 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租金 借管理费用 但银行送款或其他应付款要通过应付职工薪酬过度一下 他说按照每期应支付的租金金额伎量应付职工薪酬 没毛病 第二个 以本费生产的产品作为福利提供给职工的还记得不记得八个字 公允价值 相关水费 如果我再往下问记得不记得六个字 正常销售情况 借应付职工薪酬 寒税价 什么寒税价 公允价值的寒税价 带主营业务收入 公允价值 带销项税额 结束了吗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复村商品 他说按照该产品的成本和相关税费 计量应付职工薪酬 错了 是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 第三 重新计量设定 受益计划净负债净资产 而引起的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 没毛病 而且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将来是不能转损益 第四 因辞退福利 而确认的应付职工薪酬 按照辞退职工 提供服务的对象 记录相关资产的成本 不对 您不能再给我提供服务 您不能再给我带来任何经济率 我不区分授予对象 记住两个词 一次性 这是第一个词 第二个词是要记录 管理费用 这道题问您错误的 显然是选项 必定是错误答案 第四节 我就讲那么多 那么第五节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这是职工薪酬的第四类 不属于短期薪酬 不属于离职后福利 也不属于辞退福利的 我们笼统的把它叫做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我们看第五节的内容 第一个标题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含义 其实它本身用的就是什么 排除法 它的含义是指除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是报告期间结束后 12个月内将要支付的 除了离职后福利 除了辞退福利以外的 其他所有职工福利 我们都叫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含义能知道就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到底都包括哪些内容 用备吗 不用 它就是排除法 比如说长期带薪缺勤 比如说其他长期服务福利 长期残疾福利 我不给大家举个例子吗 还有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和长期奖金计划 包括底言酬劳等等 用简单的制度一下就行了 那么标题二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会计处理 将来 你如果符合设定提存计划条件的 提存是什么 提是计题 存是缴存 用不用精算假设 不用 有没有精算损失利得 没有 我们应当按照设定提存计划的 有关规定进行账户处理 而如果你符合设定 受益计划条件的 是不是相当于前面要二次折线 要设定受益计划 对 应当按照设定受益计划的 有关规定 确认和计量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净付债 或者是净资产 那么我们往下说 具体的账务处理是什么 在报告期末 且应当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 这个词咱们好像听说过 没错 确认为下列组成部分 第一个 服务成本 您记得不记得 服务成本 在讲设定受益计划时 是可以记当期损益的 当然也可能记录资产成本 服务成本包括什么 当期服务成本 过去服务成本 还有一个叫 结算利益得和损失 终止了 我额外给您的补偿 叫结算利益得和损失 第二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净付债净资产的利息净额 净付债产生利息费用 是借财务费用 对吧 净资产产生利息收益 是贷财务费用 第三个 重新计量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净付债净资产产生的变动 我善意的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您是真真正正的设定受益计划 将来您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资产净付债产生的变动额 我们比如说代应付职工薪酬 或借应付职工薪酬 对应科目用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它要单独区分 但是如果你是第四类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我采用的是一种简化处理的办法 我也直接把它记住哪 当期随意 或者相关资产成本 能知道这就可以了 你真正的设定受益计划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资产净负债的变动额 用其他综合收益 哪怕设定受益计划 终止了也不能转当期随意 而我现在本身是其他长期终服力 跟他一样的重新计量 净资产净资产的变动额 我们不是计其他综合收益 而采用简化的处理办法 直接计当期随意 或相关资产成本 我强调了两遍 大概能记得 这个点不同就可以了 讲到这儿 就意味着 第九号准则职工薪酬的所有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了 简单的小结一下 职工 签合同叫职工 没钱合同也叫职工 你为我提供服务 而职工薪酬一共包括四类 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能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第二个短期职工薪酬的确认计量 货币性短期薪酬是先提后发 提的时候借在线工程 生产成本制造费用 研发支出等等 当然还可能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带应付中薪酬 发的是借应付中薪酬 带银行增还 带薪缺金 有累计带薪缺金 有非累计带薪缺金 累计带薪缺金 是带薪的权利 可以接转至下期 今年确认明年的 非累计带薪缺金 不需要的额外的账务处理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是借成本费用带应付中薪酬 绝不能用利润分配 别错了 非货币性福利 有两种一个是自产产品 记住两个死 供允价值和相关税费 正常销售情况相同 借应付中薪酬 供允价值的含税价 带主营业务收入 供允价值带销项税额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存商品 如果是外购商品 发放给职工的 你要做尽项税额 什么 转出 非货币性福利 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什么 如果我自有的住房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我付出的代价是折旧 如果我租赁的住房 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 我付出的代价是租金 这个别错了 还有一个 一企业支付了补贴款项 比如说我把我的房子 本来一百万买的 我六十万卖给你 企业支付了补贴款 那一部分少收职工的钱 规定了服务期限 既长期贷谈费用 分期谈销 没有规定服务期限 一次性既成本费用 设定提存计划的 确认脊梁先提后发 没什么特别的 设定受益计划 简单的知道 老汉退休之后 买二十斤苹果 您要注意的就是 哪些能计损 记住了 能计损益的是 服务成本 利息净额 服务成本 包括当期服务成本 过去服务成本 结算利得和损失 而我们剩下的是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比如说我重新计量 设定收益计划 净资产净负债 引起了变动额等等 还有计划资产回报 资产上限的影响 扣除利息净额 这些计其他综合收益 把结论记住就行了 辞退福利 不区分部门 不区分授予对象 因为你不能再给我带来经济利益 我一次性把你全部记住哪 管理费用 而且我们要满足 有计划以对外公告 两个条件才可以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这一块的账务处理原则 符合设定提存计划的 按设定提存计划的规矩来 符合设定收益计划 按设定收益计划的规矩来 只不过重新计量 我们净资产净负债的变动额 你本身是真正的设定收益计划 这一部分要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而您只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这一部分我们采用的是简化处理的办法 给他记住当期什么损印 讲到这儿 这一章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做人一定要有信念 人家不说吗 有智者立常志 无智者常立志 对于一个有智者来说 信念是立身的法宝和希望的常德 努力没问题 那么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这一章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